就最後一波啦 但是以前你那個不嚴重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金蟲比阿伯的還老 90歲 那這個更嚴重 這個也需要一本嗎 翔也知道是 對啊 什麼 你不是運動員嗎 不可能 先注意聽我講一下 我在7年前嘛 想說要再生第二胎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做 開餐廳做生意 相對的壓力就很大 壓力大的話 我又想生 我覺得應該要再生一個男生 因為他本來不要生 他也不想生 我說那生的話 姓的名字好不好 他就願意了 對 我想說好 那我來試看看這樣子 可是我們一直做 但是我們都正常的喔 可是就是沒有懷孕 他說要不然我們去給醫生看 我就覺得說我沒問題 我幹嘛給醫生看 都覺得沒問題 真的 我真的沒問題 這有問題就你們了 這個問題我待會兒再講給妳聽 好不好 然後我想說這樣好了啦 妳就直接拿我的筋子去給他 給那個醫生那個 驗啊 我就想一想 我就好吧 那我就自己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用那個 結束之後蓋起來 我想說他應該是不是要有 冷凍的效果 你容易是存了兩年 然後賣罐拿去 沒有啦 今天我是 他是隔一天要去 然後晚上就處理 新鮮 對 然後我想說 應該是要把他冷凍起來是不是 然後我就把他放在那個 冷藏吧 可以冷凍嗎 我放在冷凍櫃 等一下… 放在冷凍櫃 然後去的時候 他就問我老婆說 你老公是做什麼行業的 他是運動員 運動員 他怎麼這個筋子就是 拿拐杖…推了你… 很殘障人是怎樣的 等於就是圈圓這樣子 對啊 你放冷凍褲 結果他就把過程給醫生講說 沒有這樣做的 要的話就是當下 當下… 那個醫院都有取經室嘛 對… 我們做取經的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 禁癒三天 讓這些精神只能夠比較在健康 活潑一點的狀況 不要太稀 第二個的話 我們是要用無菌的杯子 不是隨便拿雞精 我想說雞精杯應該 他是保有活力的 是… 就是說要去減菸之前 再讓他補一下 就是雞精 要常溫… 不能 也不是冷凍 都不行冷藏 也不能冷凍 是常溫 不能看個人口味 喝冰的就冰的熱了對不對 那他這樣 如果他真的要從家裡面帶過去 能夠幾個小時啊 他有時間性子嗎 他是會有時間限制的 就是你儲存好了 你就趕快拿過去這樣子 對啦 要壞啦 不然會死掉 沒錯 我那時候還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說像這樣子 就是活動力像那個阿伯這樣子 可是我就因為壓力過到 然後我發覺到就是射出來的精子 它是稀釋的 像水一樣 不濃 不濃 對 我當時就有發現到 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金蟲 我們會看第一個它的數量 第二個的話活動力 還有第三個它的形態 它可能活動這些都很好 但是它例如說長了兩顆頭 這樣形態不好也是沒有辦法 對 有時候也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有這種的精子 長兩個頭 長兩個頭或是長兩個尾巴這些 因為精子是不斷的是在製造 它跟卵子不一樣 卵子是一出生就有的 但是精子它是不斷製造 所以有時候它就是會 做錯 對…大量製造的那種概念 工廠製造 有時候就會有平管不良的問題 平管不良 是 涮粥的… 涮粥 是 所以例如說像是穿比較緊的褲子 或是在很悶熱的環境 泡溫泉會嗎 泡溫泉 太長泡的話確實會有影響 是喔 對 像我們這樣子 其實運動 尤其是棒球 常常會 對 外傷也是一個很可能的問題 是喔 也會影響 對 因為你的蛋蛋那邊 如果受傷發炎這些的話 可能真的就會直接 製造能力就會下降 從明天開始就不穿那個 對 透明是有問題嗎 透明 可能就真的是泰溪啦 他的數量也太少 金 不是金泰溪喔 是 金泰溪是韓國人物 金子泰溪 好啦 你喜歡金泰溪啊 不要聽性偏方啦 但是偏方就真的耽誤了他們 來…自遠… 這個是在 呼喚祖靈 在部落啦 也有跟我的長輩 他們都會講說 怎麼還不再生第二胎 有一次就是晚上 我記得凌晨 我被一個表哥叫起來 他說那個阿伯叫你起來 叫… 3點多把我叫起來幹嘛 他們就列到了山豬 來 叫吃起來 辣椒 醬油 生薑 蒜頭 先準備好 豬肉就兩片鯉雞肉 切出來之後 再把肝也切出來 然後就直接生吃 生吃鯉雞肉跟肝嘛 對 我就說 這個怎麼可能 我說阿伯 可以嗎 他說可以 你要不要看看 你看這剛生幾個 我就說我的表哥他們生幾個 生六個 五個這樣子 部落長大你怎麼會不知道 這個聲音 我都在台北生活 你吃了嗎… 我沒辦法不吃 因為他在部落的聲望很大 我又被叫起來 我就必須做 迷迷糊糊就吃了 真的乾 半夢半醒之間 他說如果你醬油這個你不要的話 加鹽 調味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真的 你就算給你菜包肉也是怪怪的 最後這個鯉雞肉跟那個豬肝 我也吃了差不多五到六片 完整的肝嗎 它有切 完整的怎麼吃得下去 這是重點嗎 它就像撒西米一樣 把它切一片一片 還很優雅 然後我看你要蘸鹽巴 還是醬油 生薑 辣椒這個 我還是吃下去了 好吃嗎 結果我來講 你要了解是幹嘛啦 結果隔一天就急診 直接 直接 腸胃炎 我也急診之懷了 沒有啦 痛蠕子了 好快 沒辦法 不能吃的東西 我之前要生青蛙也吃了對不對 也沒有 結果阿伯跟我講說 這個才是真正的 雙雙也是聽信這種偏方 對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媽媽她就很熱心 她就是去找了很多的草藥 她就不知道是去哪邊聽來說 只要把乾火卸掉之後 就容易懷孕了 OK 所以她就開始去做一些炒藥 然後每天熬… 一天可能2000CC 3000CC補充水分 就當水喝就對了 然後趕快尿把它排掉 妳就可以 她就這樣跟我說 然後很奇怪 我那時候不是有在打排卵症 吃排卵藥 要把我的卵子給養大嘛 但是那一個月 就是醫師都覺得很奇怪 之前每個月養的時候 它會突破 會大 但問題是這個月 迷你中學會縮水 又更小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後來她就請我回想說 妳最近是有改變什麼 有沒有什麼改變 對 我最近媽媽熬了草藥給我 她問我那是什麼 我說那是余心草 後來有一些中醫師朋友 還有我自己去爬紋 余心草它上面寫的是 那個孕婦是忌諱的 因為她很生冷 極寒啊 極寒的 所以天啊 我可能那個月或許有 但是我媽幫我把它打掉了 好可怕喔 怎麼這樣啊 對啦 怎麼會注意 余心草 這妳可能不清楚 中草藥的 中草藥我確實不熟 但是我得強調說 要使用中草藥 請務必要讓醫生先看過妳 不是聽信這些偏方 就連是一般我們的這些事物 也都有可能會因為妳的體質 而會需要做一些 不同的一些配方 所以不要人家拿了什麼東西 妳就吃下去 這樣子真的還是有危險 另外那個豬肉拜託不要生事 真的是會有寄生蟲這些問題 所以就急診了 對 妳要不要考慮吃鵝蛋 鵝蛋可能還比較安全一點點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這個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